新歌声 新马自达三昂克赛拉 摩登我 绝配你 中国新歌声指定护肤品麦吉利 麦吉利 尽向素颜之美 本栏目由相知多年值得托付的 中国人寿 特别支持 新歌声由国民APP快手 独家战略合作 快手 记录世界记录你 拼多多 拼多多 一亿人都在拼的购物APP 拼多多 独家特约 本节目由OPPO 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拍照手机 独家冠名 欢迎回到第二季OPPO中国新歌声 上周 中国新歌声导师魔鬼六四方 循环大刀杀展开第三轮较量 三道师本运联手围剿陈奕迅 没想到竟成了地表最强的团灭噩梦 接连遭遇陈奕迅战队张泽 纳英战队叶炫青 刘欢战队胡思默 三轮重炮轰炸 周杰伦最终难逃被剃光头的噩语 张泽23比28 恭喜叶炫青胜 十七比三十四 能停陈奕迅汉 胜序当然老实说 你说我们没想过 其实我们应该都有想过 那你说他派出租学员 我们想过 其实当然跟我想的也不一样 雪上加霜的是 此前周杰伦已经在 达布希勒图身上 使用了唯一一次救人权 如果我只有这一票 我可能会给最年轻人 希望给他机会 没想到尹恩他就过关了 那后来就是 我觉得应该要 给那种票数差距非常小 因为评设大家的口味不一样 那不代表说 我代表的是大众市场 不是吗 对我就是应该让他站在一个 对的舞台 看到很多感人的画面 你知道那种就是 大家很多哥们都是 你这种意气的感觉 但是也不是因为全场观众 其实我本来就已经有想过了 对 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戏剧性的 虽然比赛失利背涕光头 但对于对方学员的完美表现 周杰伦仍然不吝惜 给出赞美 客气 原来这一个走调的状态 这种感觉其实也挺差的 对 看在我眼里其实我也觉得挺 但是这个就是游戏嘛 因为游戏就是要遵照这个规则 比如说我今天某个学员 虽然被淘汰 但是我的票数不要差太多 这是对我学员的认可嘛 我希望差太多是我自己的标准 是觉得说这些学员都是我自己训练的 所以当然 你是希望他赢的吧 就算输也就是输得很漂亮 在循环大逃杀中 想要猜中对手出哪张牌 几乎不可能 预测 比如说刘老师要出谁谁谁 或者那一姐要放钱去谁 杰伦放钱去谁 是猜不到的 唯有一组事先张扬的对决 是周杰伦主动发起的嘻哈大战 是周杰伦主动发起的 我觉得老舌就是要被当老舌 我知道他队里面有一个 是比较拿手嘻哈的 我觉得我又很怕 我出老舌 他不出老舌 就是怪怪的 我队里面的也想念 没有信心 所以这个好玩的就是这样 结果没想到 对不对 不懂嘻哈的卷 因为我编曲不太懂 我音乐制作上面也也不太懂 说实在 我最懂的是表演 就是演表演 没想到嘻哈鼻祖输掉了嘻哈对决 还伴随着评审和网友对学员编曲 和现场表现的质疑 这样的结果 不知周杰伦如何看待 老实说评审的 的看法 其实每个人不太一样 皆然坚持 好 没关系 我觉得做音乐就是要坚持 也不能就是水果出油 人说什么就做出 其实不是这样 所以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游戏其实还是挺好的 而势不可挡的陈奕迅导师 也面临着被节目组照顾 是黑幕受益者的巨大争议 可以选择你相信是什么 你相信的是什么 你要这么想 我也阻止不了你们 但我可以告诉他 那是没有的 一路遥遥领先的陈奕迅 是否将夺走王者战队的桂冠 你要记住这是游戏 游戏还没结束 但是它不是地表队的战队 因为地表队的战队 只有一个 现在他们在外面厮杀完了之后 他们是现在又互相残杀 对 所以 所以其实还 这个节目太精彩了 本周 《导师魔鬼六次方》循环大逃杀 迎来大结局 经过了前三周的混战 目前两季中国新歌声导师周杰伦 接连遭遇打击 其中与陈奕迅的三次天王对决中 全部失败 导师周杰伦 选择出战的成员是 张鑫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Eason 给张鑫选的对手是 古杰盈 两位导师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杰伦老师 比彩排子好一点就好 Eason老师 不用太好 好过他一点点就好 好 给我一个吻 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们脸上 留个爱表局 给我一个 张鑫同学 他的歌声呢 仿佛把我们能够带入到 华尔兹的那个氛围当中 很有感觉 古杰盈 这个力量真的是太足了 就像好像在现场 就像一条高市公路一样 你的油门卡到最大 然后一直带领我们冲的感觉 周杰伦战队的张鑫 对阵 陈玉兴战队 古杰盈 最后的得票比是 二十比三十一 恭喜陈玉兴战队获胜 周杰伦老师和他的战队来讲 极其重要的一轮 他将派上场的是 肖敏夜 目前领先的陈玉兴老师的战队 目前领先的陈玉兴老师的战队 他派出的学员张泽 这个好看 你看人家气在轻松 他很轻松 对女生要温柔一点 但是你的表演就不用了 你不能给我第一首歌的时间 紧紧地把它拥抱变成永远 在我的怀里你不用还没失眠 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 你不能给你 那敏夜我觉得其实 你唱这个歌的组合非常好 你其实看起来比较婉约 可是你唱起来就非常有降气 唱歌是给人的力量出来 而且中音的声音非常好 张哲 后半部分越来越被你带进去 整场就完全你在掌控的乐队 所以我的气氛特别好 谢谢老师 这一轮最后的得分比是 21比30 恭喜张泽胜 由周杰伦发起的两位女rapper之战 更是成为了经典对决 接下来周杰伦老师战队 位阵陈奕迅老师战队 可不可以这样 没错 我想要问他愿意接受 下一位学员的挑战 因为我们彼此都不知道会派谁 对 那我可不可以先跟你说一下 我特地选的饶蛇 其实是想要PK你 你帮他点将了 我OK 结果这个时候 我派出的不是系列 这就厉害了 好 我们要有点火药味好不好 对 来 开始 打量对方一下 对 你今天穿球鞋这么轻松 好了 来了 来了 在这一场组对抗的时候 都将是由杰伦老师战队的 学员先发出场 对吧 所以他派出的人是 莫安晴 你自己拿着吧 好吗 然后你派出的是谁 为什么 好 好 我对这一位学员是非常有信心的 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 rapper 叶晓月 好 刚刚就是自己写的刀马蛋 我觉得他自己用成这个版本 我是非常觉得不错的 而且他加了这个 老师记带带我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歌 对 这是一个很酷的编排 我已经看到他是一个全方位的音乐人 我记得女娃不蝶 还记得越无刺子 也知道无刺骗的是王位 绝不是谁敢翻演 只是你只知道朋友聚会 那么多让你拼有面子 却不看看我们坚持之间的 却不过是哪一枚破戒指 安琪在内心听觉部分更强 你的律动诠释得更好 谢谢 晓月 她这个态度更加像一个rapper 而且她的这个歌曲内容 我喜欢极了 你是一位平整团 最后得票对比是十四比三十七 晓月 晓月 安琪加油 再见 谢谢周杰伦老师 好 我回去了 可以留下来 你喜欢 你喜欢 我不想留 经历了天王对战失败的周杰伦 在与另一位新进导师刘欢的两次对决中 同样是全败记录 继航获胜 周杰伦按下按键 尤其是上周刘欢导师初级直胜 以一首吴字歌 一举击败周杰伦战队唯一的四重学员朱文婷 并让周杰伦导师输得欣服口服 高高高高 客气客气 至此周杰伦战队目前还剩三位学员 我希望我每个学员都可以遇到 对方导师最强的学员 这样才可以激发我地表最强战队 好胜的欲望 杰伦战队的每一个队友 都给我很大的力量 现在我一定要加油 为离开战队的学员也为我自己 而另一位资深导师纳英 是目前唯一战胜过 陈奕迅战队的导师 8B43 纳英战队李亚莫胜 陈奕迅战队的导师 陈奕迅战队的导师 陈奕迅 陈奕迅战队 陈奕迅战队的导师 陈奕迅 陈奕迅 陈奕迅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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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琢磨大眼思念的地方 郭勤小小年纪很稳 而且这首歌里面换了几次的节奏 还都掌握住了 郭勤的 他只要一唱出来 那种空灵 那种天籁 像你早上起来推开窗户那种清新的 想要去迎接那缕阳光一样 代表刘怀老师出战的 婉清和代表纳英老师出战的郭庆 最后的得分比是15比36 恭喜纳英战队郭庆获胜 加上纳英战队唯一的四重学员 叶炫青的险胜 爱 还为你保留了位置 就算你背影 如今已渐渐的少许 不是 爱是无法改变的位置 我觉得今天李先生比较感动到我而已 对 那李硕呢 其实这个抗压性也是要很高 今天非常沉稳 所以我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声音 跟金鸟潮是不错的 周杰伦战队 李纳英战队 23比28 恭喜叶炫青胜 真棒 希望你能够记着51位老师 对我们忠肯的意见 谢谢 然后就是带着这三个队灰 是有压力的 希望你把这个压力 变成让自己绽放的机会 来 加油 纳英战队还剩五位学员 仍保持着争夺最强战队的机会 我不希望我的队员是为我而战 我希望他们是为自己的梦想而战 由殿堂及导师刘欢带领的欢乐抱团 凭借来自西藏的扎西平措出色的表现 获得珍贵的一分 45比6 刘欢战队的获胜 加上面对周杰伦战队不败的记录 目前也剩五位学员 仍保持着争夺最强战队的机会 我们是欢乐抱团 希望我们的团员都是在为欢乐歌唱 作为今年的新进导师陈毅迅 他们经过七轮的对决 只有一场失败 目前还剩八位学员 无论结果 在我心中陈毅迅的青春战队 最强的战队 今晚是要捍卫地表最强荣誉的周杰伦 将拿出怎样的血性和杀气 我们两分多钟就可以把他干掉 可以这么绝情的吗 这么狠 到底是什么样的结局 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游戏人 好明白 今晚导师大决战 已经打响 拼多多 拼多多 艺人都在拼的购物APP 拼多多 快手 记录世界 记录你 国民短视频APP 快手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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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背负着团队荣耀和自己的梦想 他们准备好背水一战 我们是 流汗战队 欢乐抱团 不一样 今晚 让我们再次以歌声一决高下 各位观众 您现在最大锁定收看的是 第二季OPPO中国新歌声 中国新歌声 由OPPO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拍照手机 独家冠名 拼多多拼多多 一人都在拼的购物APP拼多多 独家特约 不要走开 现在OPPO中国新歌声 第二季 导师魔鬼六四方循环大逃杀 正在进行中 目前来看呢 周杰伦老师已经退出了 最强战队争夺的可能性了 但是谁是最强战队 还没有确定 悬念仍然还在 接下来即将对阵的就是 刘欢老师战队 和陈奕迅老师战队 你们要派出谁 计时 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 两边战队的同学 他们在看着自己的老师 也有想主动出战的 还真有其力的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有请 刘欢老师 陈奕迅老师 带着你们出战战队的令牌 来到舞台上 谢谢刘欢老师 谢谢陈奕迅老师 陈奕迅战队将会派出的是 韩帅 刘欢老师 决定派出的是 子子 我的名字是子子 我今年三十三岁 三十年前 威猛乐队是第一个 进入到中国的西洋乐队 我是二十年以后 回到祖国 给大家唱这首歌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特别的乐队 我叫韩帅 来自内蒙古兴老师 今年二十六岁 他是有那种 我怀疑什么 就是那种那种那种感觉 陈奕迅很有憧憬 我就最欣赏这一点 现在对决的是 陈奕迅战队韩帅 对战刘欢战队子子 让我们欢迎韩帅子子 攻战 有什么要跟韩帅说的 尽量把自己弄得帅一点 要酷 好 加油 享受你的舞台 刘欢老师 这已经是我们队里的大姐了 应该很沉得住气 一首歌就是一次自己的享受 谢谢二位 请两位回到导师请 不要太狠吓着我啊 荣耀之巧升起 首先出战的是陈奕迅战队 有请韩帅演唱《小鸟》 演唱《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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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没有力量 互相感到悲伤 只好装作放弄飞来飞去 我飞来飞去 安怀希望 我像一只小鸟 我感觉不到倦意 无处可去 空虚把我扔在街上 像个病人逃避死亡 这里是个游荡 眼睛无法闭上 楼上那么辉煌 灯光那么明亮飞来飞去 我飞来飞去 安怀希望 我像一只小鸟 他们给我一朵翅膀 他们给我一个方向 他们说那就是幸福 于是我满怀希望 我朝着天明飞翔 然后看到真相 那里没有幸福 只有一度大枪 我飞来飞去 我飞来飞去 满怀希望 我像一只小鸟 我再也不想忙 再也不想任人摆布 再也不想在谎言中 让生命虚度 我们曾经流浪街头 任寒风拍到胸口 我们曾经摸进拳头 再争取一点点自由 让我们一起唱吧 唱首自有之歌 让我们一起飞吧 飞向天空 让我们一起唱吧 唱首自有之歌 让我们一起飞 像一只小鸟 像一只小鸟 因为我们生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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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韩帅 现在请双方交换舞台 有请刘欢导师战队出战 有请子子演唱 不散不见 我向亲口说再见 你的空位还在这 在开始之前 回忆后面 会藏在我里面 不散不见 你是我世界起点 往事你禁止观念 把爱与亏欠 揉成一圈 来不及告别 来不及再见 来不及再见 如果有多看一眼 可是不散不见 可是不散看不见 还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带你去明天 你的空位在挖着 在消失之前 记忆被灭 存活在我里面 不伤不见 如果有多看一眼 可是不算看不见 如果有多看一眼 可是不算看不见 如果有多看一眼 如果有多看一眼 你永远存活在我里面 里面 来不及告别 不伤不见 不伤不见 你永远存活在我里面 今天的直接跟你意料的差不多 今天他真的出尽他所有的经历了 你看他的腿都去到一个 今天帅 帅 帅 那这边子子呢 自己我觉得刚开始会有些紧张 我有一个建议 有些时候不要让自己太忙 因为有些事 可能临时发生的状况 会影响到你自己的情绪 怎么让你投入就是最简单的 就随自己当下的那种感觉来享受 刘欢老师 子子呢 开始真的是紧张了 琴中间也弹错 就难免这种 确实这舞台压力很大 但是今天还是蛮好的 后边的激情澎湃 该有的都做到了 谢谢老师 杰伦老师 其实一个乐器 可以让人家专心跟分心 这要就是控制好 好像太早谈到C和弦了 我觉得值得夸奖 是后面副歌 那个A和弦跟那个E-7 这两个和弦 一直重复 重复这样 对 他竟然可以在这两个和弦里面 去创造出新的旋律 这个是很不简单的 这是让我听到觉得比较难的 谢谢老师 谢谢杰伦老师 在技术上给了子子很大的肯定 那韩帅这是谁的歌 这是汪峰老师 在报家间43号 实习的 自从汪峰老师走了之后 这样的声音的确非常少见 我喜欢他的自信跟态度 他的态度不是站在舞台上 就这样子了 我从前面几集就一直在注意他 不管是什么学员 他都是很自信 很替他学员骄傲 就算人家在唱情歌 他也是一副很摇滚的样子 你在舞台外你也很入戏 就像刘德华一样 你知道刘德华 刘德华私底下 他就是很入戏的一个人 私底下怎么样 他也太入户了 你就算半夜去敲他房间打开 他还是由头已经梳好了 对 杰德华老师 我真的很好奇 你为什么半夜要去敲他的房呢 没有 我在举例 你举例 我举例 对 我听这个传言很久了 对 好 交给评审谢谢 我可以说一句 他这个歌比较好处理 对 此次那个很难处理 很多变化 真的 谢谢老师 谢谢玉琳老师 在这一刻有什么要跟所有的观众说的 我们就根据演唱顺序好吗 韩帅 首先我真的非常感谢四位老师 对我们的评价 我很享受这个舞台 我觉得今天我唱得非常爽 我把我的声音 把我的态度 表达了给了大家 值了这一趟 谢谢大家 姿姿 这一次这个节目 让我认识了九个 跟我一样爱音乐的人 他们都比我小 当他们叫我姿姿姐姐的时候 虽然说让我觉得很老 但是呢 我马上就感觉到 一种很强烈的温暖感 这个也是我在国外 不会感觉到 他们都非常善良 而且非常仗义 我觉得这个仗义的这个精神 是一个 华人文化的一个东西 我想跟你们说 我们通过音乐 这么美好的一个原因 认识了彼此 我们是很幸运的 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 然后最后我想说的就是 谢谢五十一位老师 今天听我唱歌 我虽然现在脑子里 没有办法忘记 我刚才弹错 然后导致我又唱错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我刚才的表演 一样或另一样 感动了你们 那我就没有遗憾了 我们请第二行的 各位老师作为这轮代表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韩帅 我觉得她的个人魅力 是不容否认 她的把整个舞台 当了自己的家一样 谢谢老师 只是她的表现更有层次 然后很有蓬勃的感觉 刚刚我的眼睛 摇头到尾都没有 离开过汗水 我觉得她很有娱乐性 我觉得这方面 一省一定帮了她 因为是她的强行 只是虽然今天 是有一点小失误 但是我觉得这种嗓音特质 是十分让我觉得珍惜的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如果你更喜欢 陈奕迅战队刚刚的表演 请举出蓝色的支持牌 如果是刘怀老师战队 请举出红色的支持牌 第一行 五位老师请投票 三位选择刘怀老师战队 两位选择陈奕迅老师战队 谢谢 第二行的各位老师 请投票 八位支持陈奕迅老师战队 一位支持刘怀老师战队 谢谢 请放下 第三行 各位老师请投票 六位支持刘怀老师战队 三位支持陈奕迅老师战队 谢谢 请放下 第五行的各位老师 请投票 六位支持刘怀老师战队 三位支持陈奕迅老师战队 谢谢各位 请放下 第五行的各位老师 请投票 五位支持陈奕迅老师战队 五位支持刘怀老师战队 五位支持刘怀老师战队 四位支持陈奕迅老师战队 通过新歌声由OPPO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拍照手机 独家冠名 打开快手爱不失手 新歌声战略合作快手APP 记录世界记录你 节目指定护物品麦吉利 麦吉利静向素颜之美 新歌声新马自达三昂克赛拉 你的摩登新作家长安马自达 很刺激吧 刺激 最后一号 各位老师 请投票 五位支持刘怀老师战队 五位支持陈奕迅老师战队 谢谢各位 请放下 一点点 那姐这好是到目前为止最刺激的一轮投票了吧 太刺激了 你算出来了吗 没算出来 好嘞 总数五十一票 两位获得的最后票数比是 二十五比二十六 一票之差 子子胜 尤士妍 他最强 好近 真的 这破纪录 还继续享受这个舞台吗 虽然的老师尤其还有一次救人的机会 但是在他还没有使用之前 这可能是最后一段话 真的今天的比赛非常刺激 我过足了也真的 还有最后 我要非常感谢的就是我的导师 一森老师 我们每一个人在交唱的时候 都是笑得前仰后歌 尤其在我试着那首歌的时候 我再不停地跑掉 不停在走音 一森老师第一个笑滚在地上 没错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让我们非常爱 谢谢 韩帅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会有非常非常多 很奇妙的故事 是 但是我不得不邀请你把徽章摘下来 你想让我把它转交给谁呢 我想把这枚徽章交给延俊 对于一个金属党来说 其实唱民谣的歌手 对我来说是一个折磨 是一个惩罚 但是这是我的好哥们 我的姐妹 我的兄弟们 一森要走 加油 有了正面会章之后 严俊身上也将会有三枚会章 这是一场很精彩的对决 两位正面反面都很精彩 正反都一样的出色 就像我们的OBO一样 但是不同的是 现在这一刻你站的地方 是离开舞台的地方 韩帅 谢谢你在这个夏天 给我们的所有记忆 这一刻再见 再见 让我听到你们的歌声好吗 拉拉拉拉 都变得很消杂的韩帅 在这一刻让我们来 恭喜子子好吗 恭喜刘范老师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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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在舞台上的歌手 任何一次失误 我都觉得胜过十次赞 这种经验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现在让我们要起子子 踏上荣耀之桥 踏上荣耀之桥 踏上荣耀之巅 踏你一步之药 目前陈奕迅老师战队 七名成员 大英老师战队 五名成员 刘范老师战队 五名成员 刘范老师战队 周杰伦老师战队 三位成员 现在要对阵的自然是 刘范战队和周杰伦战队 目前两位队上 各自的那一位 还没有歌唱的学员 他们之间将分出胜负 两位老师 请带你们出战历台 来到舞台上 杰伦老师在这一轮 选择登场的学员是 董姿燕 杰范老师这一轮 派出的是 小川小虎 我是董姿燕来自新加坡 因为我被听出来 他是一个非常有音乐性的人 我很少在听到这个歌曲 拍不到一分钟的时候 我就冲下来了 我叫菊鸿川 我叫唐国虎 我希望以后可以做一个 中国90后的非常棒的歌手 希望我能跟小虎 两个人是个伴儿 大家一起去能演出一起写歌 然后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梦想 现在对决的是 周杰伦战队的董姿燕 对战刘冠战队的小川小虎 董姿燕小川小虎 请出战 杰伦老师有什么最后 要和董姿燕交代的吗 我先说一下 平常一首歌都是三分多钟 对啊 我们两分多钟就可以把它干掉了 你是说你两分多钟就把那歌干完了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我突然觉得我的对象是欢歌 我不应该讲这么话 如果是Eason的话 好 好 你俩已经搂在一块了 就轻松的劲儿呢 好讨厌的感觉 欢歌 没什么了 就如同你们过去面对好朋友 唱一首大家都喜欢的歌曲就好了 现在请周杰伦老师 刘华老师 回座吧 好 永远之强神奇 首先出战的是周杰伦战队 有请董姿燕演唱 《我要你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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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走过来》 《你为什么不走过来》 《 listen to your mama》 《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 and if anybody wanted you》 《 can tell them that I said it》 《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can forget you》 《 I've been lucky for you baby》 《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 got you where I want you》 《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 get away from me》 《 hear what I tell you》 《 I can go for you》 《 so you better stretch your face》 《 and if you ever lose my loving》 《 know you never dare in place》 《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you》 《 start giving me some loving》 《 carrying a torch by you》 《 it's harder than it hurt》 《 but it's time for you》 《 to give me》 《 a little time to love》 《 and baby hold me tight》 《 and do what I tell you》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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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 《我要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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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走过来》 I'm good for you so you better start to face it If you ever lose my love you know you never can replace it I think it's time for you to start giving me some loving Give me the torch for you it's harder than an oven It's time for you to give me no time to love it Baby hold me tight but do what I tell you 但我要我要你说 же要说声爱 你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肯 说爱 谢谢董事业 现在请双方交换舞台 欢迎小川小鼓演唱 《Calling slowly》 I don't know you But I want to All the more for that Once for do me And always for me And I can't react And games that never amount To more than they're meant We'll play themselves out Take this sinking boat And point it home We've still got time Race your hopeful voice You have a choice You make it now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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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ling slowly Falling slowly Eyes that know me And I can't 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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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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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怎么评 是有点难 刘怀老师 小董 我觉得今天晚上 尖辑 啪儿 这高潮 轻盈 准确 这种轻快的舞蹈 也是我喜欢的 我觉得真的 哎呀 好宽快 但是我觉得我们小川小虎 让我又激动一次 真的太好听了 这首歌曲是德国奥斯卡金曲的 原来的原版是一首男声独唱 这个女声是完全是一个 合音伴唱的位置 现在编成这样 就是他们自己做的 我真的刚才听得我好 好高兴 好感觉 谢谢你们 杰斗老师 我说真的 刚刚听完董姿燕的 我没有办法再听别人的音乐 谢谢老师 虽然 对 你是一个人 不过全部人的焦距都在你身上 那个舞台就是你的 而且 我很少偷偷观察 评审 但是这首歌我不得不观察一下 所以我就故意看一下 哦 第一排全部人都觉得很high 而且互相这样 不错 尤其是周志平老师 但是我注意你很久 哦 哦 哦 没有啦开玩笑 开玩笑 那两位的这个默契 我讲真的 你们上次跟我说 你们没有在一起 我不相信 你们肯定在一起 哈哈哈哈 我不同意 我觉得他们是 收美 就是灵魂都在一起 灵魂伴侣 我跟你说一个 比如说真正很好的表演者 你看那些冰上芭蕾的 嗯 他们都是在一起的 成双成对 你说夫妻嘛 OK 我为什么讲多了 因为讲真的 我刚刚音乐 还在董思燕这边 好 对对 答应老师 这两组是特别美的一个音乐剧呈现 嗯 我感觉好像董思燕就是扮演那个 比较活跃的一个像家长一样的角色 家长 对 然后这两个人要谈恋爱 他来阻拦 哎 这是我感觉到的 就是跟音乐剧一样 哦 我懂你的意思 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 我那个角度是很特别的 我在这边看着小川小虎在唱歌的时候 刚好董思燕在我中间 他好像证婚人 你知道吗 他一直在那边 嗯 嗯 就是很有意思 你们俩刚才讲的完全是两种情境 那我觉得那是完美的 我希望他们都留下了 思燕有什么要说的 我想 用这个机会来 好好地感谢杰伦老师 因为 当初盲选的时候 你很早就冲下来了 也许对你来说是 一秒钟的一个冲动 可是对我来说是 会是我这一辈子的感动 其实在选择老师的时候 我也不知觉了选择 这世界上最好的队伍 你看他们的眼神 你就知道我们队里的感情有多好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谢谢子爷 谢谢 小小小 非常非常地感谢刘传老师 你选择了我们 其实原本我们的心里也是选择了你 非常感谢你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跟小川会永远绑在一起 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听的音乐 我们的心里 满满都是幸福和感恩 我们会珍惜 从开始到现在的每一个过程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也请各位的代表发言 这一组是一加一 但是呢 董兹燕他仍然也是一加一 以声音来讲 一人分饰两脚 还有魔方小浩的 广义的beatbox 这两个结合得非常非常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小川和小虎 这首歌我非常地喜欢 非常熟悉 他的那个故事里的这个主角 他是一个生活失败的人 爱情失败 事业也失败 他是一首很惨的歌 但是我是第一次听到 把这首这么惨的歌 唱出幸福的感觉 甚至还有一点 罗密尤和朱尼耶的感觉 今天在董兹燕的这首歌曲里 互动感非常的强烈 中间是融入了很多的技巧 他其实已经把无声甚有声 做到了另一种境界叫 有招胜无招 是非常完美的 然后那个小川和小虎 其实这首歌也是 既有男女搭配 也有中西合璧 其实是一幅非常完美的画面 五十一位评审 如果你选择 红色代表支持 刘欢老师的战队 蓝色代表支持 周杰伦老师的战队 第一行的各位 请投票 五票支持周杰伦战队 第二行的各位 请投票 全票支持周杰伦战队 谢谢 第三行的各位 请投票 三票支持刘欢战队 六票支持周杰伦战队 谢谢 第四行的各位 请投票 全票支持周杰伦战队 第五行的各位 请投票 八票支持周杰伦战队 一票支持刘欢战队 谢谢 最后一行的各位 请投票 全票支持周杰伦战队 一票支持刘欢战队 最后一行的各位 谢谢各位 请放下 代表刘欢老师的小川小虎 和代表周杰伦老师的董兹燕 最后得分票比是 四十七比四 恭喜董兹燕获胜 小川小虎的告别世界 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 首先我的搭档 他欠我一个拥抱 所以现在你可以朋友我 谢谢 他欠了我 他答应我的 我跟小川是非常爱音乐的人 希望去把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幸福 我们的悲伤 我们的一切 留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至少在全场的欢呼当中 让我们和小川小虎说 听一下好吗 好 当然 刘欢老师 我不想看到他们 离开这个舞台一步 刘欢老师按下了按钮 他选择将他们留在舞台上 继续下去 继续下去 依然有好歌要唱 谢谢刘欢老师 现在请你们去准备最后的 终局正确吧 加油 加油 在这一刻 让我们恭喜继续的老群 董思燕 站在舞台上 迎合胜利 好 好 好 因为他曾经觉得 他这样的音乐是小众 你现在知道不是小众了 从你开始唱之后 就不是小众 加油 好 董思燕 请登上荣耀之桥 你现在离开奥桥的荣誉之间 一步之遥 目前刘欢老师站队 四位学员周杰伦老师 三位学员 大英老师站队 五位学员 陈奕迅老师站队 七名成员 即将上演的对决双方是 陈奕迅战队 对阵 那英战队 已经只过成最后一队了 二位 现在就打起你们出战的学员令牌 好 走上舞台 慢点 娜姐 看她那个样子 你看 轻松的要命 娜姐 干掉她 要干掉 要不这样吗 这样吗 对 这样 来 我的天 大家有点太木讷了 反正敲一下 伸展一下 伸展一下 你看又这样 又这样了 太轻松了 其实有些时候在台上 有很多什么那些自黑 都是为了给自己遮掩一些 那个 紧张 对 我觉得这个舞台其实 你试试 因为我是有些时候 会逆向 导演 把这灯光试一下 试一下它 在一个演唱会那里 你也知道 大家也知道 有升降台是一回事 对不对 就是说有幸 经过这个升降台降下去的同学 诶 不简单 你来试试 来导演 升降台 请开灯 这新的导师要试吗 黑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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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光很刺眼 对 所以离开 不会是一件很舒服的 不好受 谢谢欢哥 不好受 因为刚刚呢 欢哥已经用了复活剑了 所以成语性战队 的复活的职课 就取消了 我待会接 这一招就少一个名额 没关系 欢哥这招很冷 这一招就少一个名额 让大家都放轻松一下 因为最后一轮 紧张的一定是同学们 成语性战队 最后一位成员 余子贝 来自广东台山 好厉害 而那一阵的最后一位 来自浙江 王乐廷 我叫王乐廷 37岁 从事的是幕后音乐之后 希望来到那英战队之后 小弟弟小妹妹 都以你为榜样子 我叫余子辈 自年22岁 阿卡贝拉乐坛的美成员 在我们华人音乐的 流行乐坛 比较少听到 有那么有groove的一个声音 尤其是女生 现在对决的是 那英战队的王乐廷 对战陈奕迅战队的余子辈 让我们有请余子辈 王乐廷 夺站 我们等一下故意去坐他们的位置 这一轮过后 那英老师和陈奕迅老师的 导师《魔鬼六字坊》 《行环大逃杀》就全部结束了 所以 来 最后一个上场的同学 你干嘛 换换运气 换换运气 其实蛮配的 铁伦你这个椅子 你别说这个凤冠跟你的高度 刚好带在那个感觉上 够闪 够闪 来来 最后 有什么要跟余子辈说的吗 我再说了 留意一下我的眼神 好红 好红 对 慢一点吧 没有 我再把那个能量过给他 能量 感觉到了吗 说完了 对 密码已经过了 特别好 输入了 说得真好 你翻译一下 让大家听一下吧 你可以去网上 中国青学生的网页自己找一下 这乔乔也是陈奕迅老师的一种方法 拿捷 到你了 武当山 开始 开始 加油 加油 余子辈 加油 好 乐林 我知道 我知道汪水人员也来了 加油 他在给谁加油 真的 大家 你要好好上 加油 谢谢两位老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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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on老师终于做伤了这把暴雨 好宽 这怎么 乖 我们看胸 好了 对决 就是 开始 荣耀之桥 申请首先出战的是 陈奕迅战队 欢迎女子辈演唱《普通朋友》 变唱《普通朋友》 音乐 很大 我随时随地在等待 做你感情上的依赖 我没有任何疑问 这是爱 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 我觉得自己好失败 从天堂掉落到身边 多无奈 我愿意改变 重新再来一遍 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 感情已那么深 叫我怎么能放手 当你说 I only want to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 我在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吗 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淘汰 但我给你的爱暂时说不回来 So I 我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 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 我觉得自己好失败 从天堂掉落到身边 多无奈 我愿意改变 我愿意改变 创新再来一遍 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 感情已那么深 叫我怎么能放手 So I 我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 我愿意改变 我愿意改变 I'm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 我在 你心中只是 真的朋友 不是经验 我感激 你对我这样的 残拜 但我给你的爱 暂时收不回来 So I 我不能只是 You're just a friend Be your friend 谢谢余子辈 现在 请双方交换舞台 现在有请 纳英导师战队 出战 欢迎王乐廷演唱 怕你为自己流泪 感觉总会有 这么一天 看着你无话可说 太阳的光 只是你的脸 那过地山 满我里头 再也不愿 解释你的眼 不愿意 怕你为自己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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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不想让你太疲惫 再也不想让你太疲惫 不用说 不用说告白 让我在黑暗中回味 我以后从此 没有色彩 不用说告白 我会珍重 我会珍重拿回来 和你拿在扑走的深爱 我会珍重拿回来 电话中你说你要回来 她的你一颗又想闪躲 一颗心为我为爱回来 我又如何对你说 脑海是空白 恐惧矛盾的现在 没有权力挽留这份爱 爱依然存在 不愿消失的太快 不要把我关在门外 一切一场梦 一切将成空 一切留在孤独回忆中 一切不是梦 一切也不是一场空 不要把我关在门外 不用说告白 我会珍重那未来 和你那带不走的 深爱 我会轮向走的太快 谢谢 谢谢老弟 那黄英老师 我觉得王老丁呢 对音乐的那种热情 超乎了我和其他那些学员的想象 有的时候我都天亮了 看见微信 她还在跟我商量歌 我认为她的音乐态度 值得我尊重 今天挺猛的 真不错 谢谢 Visway其实那个 在乐队之前 有紧张的情分 但是刚才那五个 都是阿卡佩拉的 你的小伙伴 对 他们带给了你 强大的气场 能感受到你未来的 音乐道路上 一定非常厉害 谢谢老师 谢谢大一老师 我觉得她以 她今天有点不舒服了 但这个你们不用管的 因为她平常很喜欢皱眉头的 我看到她其实多了一些从容 跟少了皱眉头 我已经很满足了 谢谢老师 乐丁就很猛 要注意一下自己 有些时候唱歌的 对 你还是要有些空事的 杰洛老师 余子辈 其实她这个改变 她虽然叫普通朋友 还蛮不普通的 这个和弦这样走 蛮特别 而且又很搭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编排是蛮不错的 肯定不是你编的吧 肯定不是 我要看一下 不错 这个编曲要夸一下 对 其他就交给欢歌 余子卫这边 我其实我特别想听你们整个乐团的那个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值得在中国推动一下的 因为我们国家呢 都比较喜欢单旋律 就是不太习惯于这种和声的配合 包括我们的乐团也都有这个问题 就大家都想成独奏家 但是呢就很疏于这样的配合 我觉得有这个阿卡贝拉这种东西 其实应该在中国提倡一下 谢谢刘华老师 对 找到这一刻想说的 我非常感谢伊森老师 我之前是一个非常没有自省的人 然后伊森老师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让我觉得自己也可以 真的很谢谢老师 谢谢 然后还有谢谢我们的阿卡贝拉 的队员 然后我非常感谢他们这段时间 一直陪着我排练 因为我是一直是非常怯场的 然后刚才因为他们在这儿 我就放松了很多 非常谢谢你们 乐廷 带你来 乐廷 我记得我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觉得自己特别无敌 但是到了今天一个大叔的年纪 登上了这样的一个舞台 其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然后呢 娜英老师教会了我很多 我把娜英老师比作一位 是我们娜英战队的训兽师的话 其实他对于我跟对于弟弟妹妹们 是不一样的感觉 就对于他们来说呢 就是像训兽 训小 小野兽就是那种 对我就是直接把笼子打开 让我出来 但是其实我离开了舞台很久 我其实有点恐惧 而且有点陌生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心里话 我真的是非常想能够再留在 这个舞台上面 跟各位老师来学习 谢谢乐廷 也谢谢紫辈 请我们的代表老师为我们分享你选择的建议 于同学 我跟那个伊森老师的意见不一样 他说你很松 但我觉得你很紧 因为你跟乐队跟得很紧 真的跟得很紧 你的那个尤其是一般人啊 这种三点银的这个反拍不是那么准的 你唱得特别准 王乐廷 那我特别欣赏 这个你这个嗓子 特别具有这个男性的爆发力跟豪迈 乐廷的这首歌 斗维的已经是蛮老的一首歌了 然后我觉得你把它唱得有一点点 加上汪峰的那种感觉 还不错 与紫辈的声线 其实可能辨识度不是最突出的 他的技巧也用的不是很满 但是他非常知道 如何把自己的声音和乐队 和那个和尚团利用起来 其实我想说的也是 在这个歌声 都是追求那个棱角分明 个性的一个时代 其实我们也应该有一种歌声 可以是追求合作和谐的 谢谢 谢谢 要请两位老师和两位学员 共同来接受这个结果 如果你举出红色代表纳英老师战队 蓝色代表陈奕迅老师战队 第一行五位老师请投票 四票支持陈奕迅老师战队 一票支持纳英老师战队 谢谢各位 请放下 第二行各位请投票 八票支持陈奕迅老师战队 一票支持纳英老师战队 谢谢 第三行各位老师请投票 八票支持陈奕迅老师战队 一票支持纳英老师战队 谢谢 第四行各位老师请投票 七票支持陈奕迅老师战队 两票支持纳英老师战队 谢谢 第五行各位请投票 全票支持陈奕迅老师战队 全票支持纳英老师战队 谢谢各位老师 最后一行各位请投票 九票支持陈奕迅老师战队 一票支持纳英老师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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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请放下 最后的得分配比是 四十五比六 乐定现在是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当然纳英还有一次机会 不过跟苏老师一样 使用的权力与否 在于导师自己 其实最舍不得的是 我们的纳英老师 以及我们的纳英战队 因为在今年真的是 这个夏天度过了 无数个非常难忘的夜晚 甚至是通宵 只要自己年龄有限 我现在只能说 大哥在这里只能陪你们到这里了 大哥 加油 谢谢乐队 现在我要请你把你的徽章 摘下来给我 要把这个纳英战队的徽章 转交给谁呢 在我队里面 其实有一个真正幕后的队长 就是我们的黎雅 因为她真的是把五不四汗 各种年龄 我们纳英战队融合到了一起 我不是队长 我只会讲笑话和段子 她是我们真正的队长 我们所有的支持者 现在呢 虽然说 你说你要暂时离开这个舞台 但是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大哥 加油 王乐廷 宋米 三十七岁 来自浙江宁波的王乐廷 第二季OPPO中国新歌声 纳英战队的队长 再见 我们在这之前 我们问一下纳英老师 为什么在这一阶段 并没有使用导师救人的 那唯一一个名额呢 那我 我是这样 我可以 那我回到我的座位上 咱们就各自众神归位吧 有点烫 有点烫 我坐的有点烫 有点烫 好舒服 好 我们俩坐下是吧 对 来 我觉得刚才五十一位老师讲得 非常地公正 而且中肯的意见 所以没有行使这张牌 我的队员 会带着他的热爱音乐的态度 往前走 够了 知道 所以那这一刻 恭喜陪逊战队和于准备 来一次获胜 好 没有什么好说 我们继续练歌 恭喜紫贝 紫贝请大向荣耀之调 李立条桥的最终荣誉 一步之眼 目前大英战队四位学员 刘欢战队四位学员 周杰伦战队三位学员 陈玉信战队七名成员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大英老师并没有选择使用 他唯一的救人权利 所以终极对决当中 对手也已经最终确立了 一个名额 只有两个候选 分别是来自刘欢导师战队的 小川小虎 和来自杰伦战队的达布 我们俩太幸福了 对 我们要请上杰伦老师 刘欢老师 刘欢老师 对 对 现在轮到你们二位PK了 那我先唱好了 好 好 各位老师 根据我们的 《导师魔鬼六次方》 循环大逃杀的规则 准确地说 还有两组同学 在待定期上等待着终极对决 这将决定 到下一阶段的时候 各组到底还剩下多少的学员 能够继续演唱 你不觉得这个听起来很奇怪 我们两个最少的 然后再变变 变变少 最多的 你看 衣服都脱了 你看 外套都脱了 他们现在就轻松了 好轻松 现在到目前为止 刘欢老师战队 目前有四位成员 杰伦老师战队 目前有三位成员 还剩下你们一个名 我手里有两块战牌 战牌后面分别是 一跟二的中文字 抽签 决定待会儿 答步还是小川小谷 率先演唱 好 谁来 请吧 好 那我就 来这个好 原一个 好 来 我数三二一 一起向镜头公布好不好 三 二 一 公布 首先出战的是 杰伦老师战队 抽到了 一 刘欢老师战队 好 也就是说 大步前唱 小川小谷再唱 好 然后有请两边的学员 出战 终极对决 周杰伦战队的 达布希勒 对战刘欢战队的 小川小谷 达布小川小谷 先踏上《荣耀之桥》 加油 好 有什么要跟达布说的吗 这一次他带着三个勋章 重新回来 对 三个徽章在身上 希望你永远都不要拆掉 加油 好 刘欢老师 把歌唱好就是一切 现在请周杰伦老师 刘欢老师 回到导师去 加油 荣耀之桥 升起 导师对战 终极对决 首先出战的是 周杰伦战队 有请达布希勒图演唱 《达尔文》 加油 荣耀 加油 我的青春 也不是没伤痕 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 什么特征 人缘还是眼神 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 保持单身 忍不住又沉沦 兜着圈子 来去又吃苦的 人的一生 感情是旋转门 转到了 最后真心的旧部分 有过竞争 有过牺牲 被爱晒寻过程 学会认真 学会忠诚 学会忠诚 试着才能生存 懂得永恒 对啊 我们 进化成更好的人 我的青春 有时还蛮单纯 相信幸福拒绝于爱的神 读经济花轮 读经济花轮 我赞成大文 没实力的 就有淘汰的可能 我的提升 已换过多少轮 记忆在旧情人心中变冷 我的一生 感情是旋转门 转到了 最后只剩你我没分 有过竞争 有过牺牲 被爱晒寻过程 学会认真 学会认真 学会忠诚 学会忠诚 试着才能生存 懂得永恒 得要我们 计划成更好的人 流过竞争 有过竞争 有过牺牲 有过牺牲 被爱晒寻过程 学会认真 学会忠诚 学会忠诚 试着才能生存 懂得永恒 得要我们 要我們 進化成更好的人 懂得永恆的要我們 進化成更好的人 進化成更好的人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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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達布 現在請雙方交換場地 有请刘欢导师战队小川小谷演唱 当你老了 加油 加油 当你老了 中国新歌声由OPPO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拍照手机独家冠名 拼多多拼多多一亿人都在拼的购物APP拼多多独家特约 节目指定微精电视智能云操控一秒召唤说看就看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特别支持 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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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queen Reals is cute I see the blue For me and for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爱你今生幻肠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 诈以后珍惜 只有一个人 还爱你虔诚的灵魂 爱你藏老的眼神的皱纹 当你老了 When you're old and grey and full of sea 眼眉的吹 Nodding by the fire Take down this book And slowly read And dream of the soft world Your eyes had once And have their shadows taken Fong吹过来 How many loved your moments Of glad grace And loved your beauty With love false or true But one man Love the program song And you 当我老了 当我老了 我真希望 我真希望 这首唱给你的歌 唱给你的歌 What a wonderful world Oh Oh 打鼓来 杰伦老师 好 我觉得三位 都应该进鸟槽 很棒 很棒的音乐享乐 打鼓 在帮他挑歌的时候 其实 这首歌有个故事 因为知道是 蔡建阳写给 Eason 然后Eason没有用 蔡建阳很伤心难过 那我想说 嗯 我们就用这个 来感动Eason好了 因为 通常我们挑歌 都会 要挑一个副歌 很高亢的 但是 他的部分 他都是平平淡淡 很简单 因为想要 让大家 听出他的内敛 想要打开 评审 心中的那颗按钮 那当然 我们有时候 学员也会有一些意见 真的吗 我不要来一个 往上冲的吗 我说不要 懂得人就会懂 希望Eason 你也懂 刘淮老师 当你老了 是爱尔兰诗人 叶芝的一首爱情诗 送给他的女友的 刚才这首歌的 末尾阶段 小虎 吟诵的那一段 就是这首诗的 英文的原著 这个被谱成歌曲以后呢 我忽然觉得这个 太适合他们两个 因为这是 这首歌第一次 有一对恋人一样的歌手 面对面的倾诉 这是一种爱的倾诉 我说的有点多呀 林生说当你老了 我都觉得是当我老了 老了就续道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 人类特别美好的情愫 谢谢大家 倾听 谢谢你 谢谢 南英老师 小川小虎 我就觉得 我跟杰伦一样 我就觉得他俩是 有感情的 他们俩肯定谈恋爱了 那种眉目传情啊 就是他情到深处的时候 两个人的默契很美好 随机俊逊老师 首先谢谢两组 那么美妙的演出 我都很投入进去 达布他是自己跟自己说话嘛 比较内敛一点的 我觉得有些时候 那个他原本是 但是你不断一直在重复一个东西 你可以 可以有一点点稍微的改动 可能会更有趣一点 小小小虎是很投入了 加上整个好像一个仙境一样 但我有一个小小的 刚刚我会稍微突然会出神 小虎在说英文的独白的时候 我自己个人就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密集了一些 这个是个人的评委而已 谢谢陈宇轩老师 现在在他们做决定之前 你们可以有机会用说的打步 很开心 能在这里安安静静地把一首歌唱完 大家都在听 也要谢谢我的队友们 在这其实内心是复杂的 不知道是一会儿是开心 还是一会儿是难过 因为我看着我的队友们一个一个在走 所以心里也是挺难说的 然后我在这里还有两个兄弟 让我帮他战斗 很开心 谢谢 小山小虎 首先我想说我们非常的幸运 刘宛老师把最后一个挽留机会给了我们 我们感觉就好比你又一次冲下来 为我们冲下来一样 我们真的很感恩 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可以站在这里唱歌 谢谢你为我们选的这个作品 非常感谢这个机会 谢谢大家 我也特别喜欢跟你们分享所有的一切 谢谢小川小虎 谢谢达步 现在我们要请评审团的老师的代表 来为我们分享他们的意见 小川小虎他们从开始到演唱结束 他们双方的眼睛都没有离开过对方 然后把爱都涌入了歌曲里面 这样刚失恋的我也相信了爱情 谢谢 刚刚那个杰伦说达尔文这个歌的故事 我可以证明 因为当年蔡建雅是要我把这个歌拿给Eason Eason没有用 真的哦 对对对 它是一个非常内敛的歌 一个非常跟自己对话很内心的歌 我觉得达步在这个部分他有做到 谢谢陈泽宏先生 薛忠明先生 小川小虎其实合成很棒 尤其是这个小川进来的歌的声音就是很有吸引力 达步 这个平平的音乐是很难唱的感动感动人的 但是他就是感动了我 他慢慢的慢慢的唱出来 很慢慢的享受 是很难的 谢谢 在OPPO第二季中国新歌声这个阶段 现在有可能很多人都拿着手机 正在电视机前拍下这一段 他们都想记录这样的一组 你们是如何选择的 请注意 红色代表支持刘欢老师战队 蓝色代表支持周杰伦老师战队 第一行五位老师请投票 第一行五位老师请投票 四票支持刘欢老师战队 一票支持周杰伦老师战队 第二行请投票 六票支持周杰伦老师战队 三票支持刘欢老师战队 第三行 各位老师请投票 五票支持周杰伦老师战队 四票支持刘欢老师战队 第四行请投票 四票支持刘欢老师战队 五票支持周杰伦老师战队 第五行请投票 六票支持刘欢老师战队 三票支持周杰伦老师战队 三票 谢谢各位 请放下 最后一行 各位老师请投票 欢迎回到第二季欧豪豪中国新歌声 最后一行 各位老师请投票 六票支持周杰伦老师战队 四票支持刘欢老师战队 谢谢各位 请放下 这两组的最后得分比是 二十六比二十五 恭喜邱协伦战队的答目获胜 很遗憾 我不得不要求 把队回宅夏 所以高耸要把这三个 交给哪位同伴 我们想把这个交给胡思默 思默你将会带上四个队回 有什么要跟小杉小鼓说的 加油 我这里走不过去 我站到离你们最近的地方 感谢收看OPPO中国新歌声 谢谢小杉小虎 在这个夏天带着我们所有的感动 登陆柯音乐 酷果音乐 酷文音乐 听高品质音乐 本节目独家威尔视频 由威精威尔联合出品 登陆一符 参与中国新歌声互动 解锁你的专属新歌声MV 参与中国新歌声金举大宝 新歌声微博金举大碟 由于决定 感谢这将会是关网栏 天下中国人TV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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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KER新闻客户团 今日提到360搜索 航美视团Q 刚才见面 手机接吧 了解更多情绪资讯 还可以通过网民新闻客户团 新闻新闻客户团 大逃杀已经全部完成 纳英导师战队现在还剩下四名学员 他们分别是来自浙江温州的 二十六岁的迪雅 来自新疆十八岁的西琳纳一 高恩 来自福丹长沙的郭庆 还有十九岁来自浙江绍兴的叶炫清 刘欢老师战队在这一轮过后 还剩下四位学员 他们分别是三十岁来自西藏日卡德的 扎西平阔 二十三岁来自湖北武汉的胡思墨 三十三岁来自加拿大的华人子子 还有二十四岁来自河北宝地的季航 接下来为这位介绍 还剩下四位成员的周杰伦老师战队 他们分别是三十五岁来自新加坡的华人 董兹燕 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女孩陈颖安 三十七岁来自新加坡的华人 郭尤燕 还有刚刚继续陪伴中学员老师战队进入的 十九岁来自新加坡的达布西勒红 而通过这一轮我们的老师磨灰流子帮循环大逃杀 成为最强战队的是陈奕迅老师战队 各位请开始吩咐的尖叫 让我们请出陈奕迅老师战队全部的七位成员 请导师陈奕迅和所有观众一起剪阅 最强战队分别是二十一岁来自湖北武汉的杜兴 十八岁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女孩 古杰盈 二十二岁来自四川绵羊的严峻 二十六岁来自广东汕头的叶晓月 二十六岁来自广东和园的肖凯业 二十二岁来自山东济南的张测 还有二十二岁来自广东台山的余子贝 女士们 先生们 请把掌声和欢呼送给最强导师陈奕迅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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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陈奕迅老师和你的战队 可以一起向全球观众还有另外三位老师 发表你的战队宣言 好 我们就继续 继续玩呗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陈奕迅老师 也谢谢所有的成员 虽然在这个阶段 陈奕迅老师的战队拥有绝对数量上的优势 但是因为最终只有一个冠军 现在故事才刚刚拉开序幕 各位 这里是第二集OPPO中国新歌声 让我们下一周 期待所有导师再次向我们证明 华语音乐的力量 下周 再见 经过导师魔鬼六次方获胜的十九位学员 马上将迎来导师战队组内冠军之争 他们将首先接受与助阵嘉宾的合唱考验 参与合唱的助阵歌手有 张磊 韩伟伟 周深 杨千华 张碧晨 张杰 梁博 李荣浩 及原中国新歌声导师哈林 下周同一时间 请关注导师冠军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